說回恆新指數的情況 恆新指數收29,166點 升255點 升幅0.86% 成交是否看錯 1,643億 昨天也是差不多 沒什麼改變 今天再升 成交也差不多 可以了 但走勢是怎樣 走勢初步看短線可能要回回 剛才說整個資金流向 其實中線好像還是有利 中線來說 說了兩個 不再複實了 但短線走勢 是有可能要回回 原因 第一,你看到 這個 保里加通道升近頂部 有一點點回軟 今天頂部是多少 就是29,285 升到今天高位 見過29,261 差一點 就有一點點回途壓力 這個要特別留意著 有可能就促使回軟 加上看其他 都是這樣的狀況 看到這個就是騰訊 也是,彈一彈 又是接近 出現了一支陰燭仔 放大一點看 對,找不到這支渠燭仔 找到了 迫近 也是迫近通道頂 出現一支陰燭 少許腳的 差一點就吊頸了 腿不夠長 如果不然就吊頸 吊頸就更麻煩 這個走勢 顯示保里加通道頂部 前面有回途壓力 騰訊 有回途 今天升得厲害的騰訊 有回途 有可能短線 港交所也是 無獨有偶 你更加看到 近次十字星的走勢 十字星是一個代變走勢 昨天升了一天 更厲害 今天再升 升近保里加通道頂部阻力 出現一支代變的十字星 顯示頂部 就開始有回軟壓力 所以 今天兩隻升得比較多 帶領市上升的股份 都出現這樣的狀況 加上恆生指導自己 亦是保里加通道 出現類似的走勢 所以 接下來一兩天 回軟 調整的可能性是大的 一舉抽穿頂部 可能性是相對小一點 所以短期要看著 看著是否會在29250 就是大概29300點之前 是否會遇上阻力 雖然現在也不是太遠 只差80點 但是是否真的80點就有阻力 明天就會有分曉 好了 1% 1% 1% 3%